現在正值暑假 不過年輕人暑假去打工 千萬要小心 像桃園縣 就有一名十六歲的少年 因為受不了金錢的誘惑 國中剛畢業就加入了詐騙集團 他假冒了書記官 還擔任了車手 結果就在彰化的西州鄉 準備要取款行騙的時候 就被警方逮個正召 移送少年法庭 別人到泰駐所一眼認出少年車手 怒斥他年紀輕輕不學好 穿著白襯衫西裝褲打扮成熟 因為他要假扮的是書記官 揚成民眾戶頭遭冒用 必須繳付保證金 七十歲的老農夫懷疑有詐 於是配合村長用遊樂場門票 混沖千元大鈔 會同警方埋伏抓人 少年六月底才國中畢業 因為唱歌欠了五千塊 無力償還 才會加入詐騙集團非法打工 在現場局管的時候 因為神情有益 表情很緊張 就被我們現場的 來回的員警所識破 少年假冒書記官落往後 黨羽落跑 手機也立刻斷訊 提醒年輕朋友 未成年辦法一樣會移送法辦 千萬別挺而走險 留下不良紀錄 明天新聞彰化報導